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迷离时空1960》第二季第十四集 男子雷迪经营一家二手汽车店 雷迪每天的工作就是谎话连篇 把这些有瑕疵的二手车推销出去 看到一对年轻情侣在旁边看新车 早上前稍微铺垫一下 雷迪又开始了自己的推销话术 年轻人过来 您看看对面这家店 他们就喜欢卖新车对吧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新车卖给你吗 我给你行行脑 因为他们爱钱胜过一切呀 你买了他们的车他们才能盈利 就是现在的人是怎么了 都不在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吗 男子一听我就想买个新车 待不能跑就行了 闹闹闹年轻人 你买新车就掉入消费陷阱了 他们的车都是流水线上拼凑出来的垃圾货色 你应该买一些能经得起时间考验 高性能传统汽车的那种尊贵感 这才是你们要的看看吧 这台1938年的双门跑车 开起来想去哪里激情 就去哪里激情 可是脚一踢页车子的保险杠都掉了 雷迪赶紧尴尬的遮挡一下 您别说 本来情侣是没有买二手车的打算的 被雷迪这么一通跑火车 持续输出的介绍 还突然有点改变主意了 看到一个老伯把车开过来 雷迪让情侣考虑一下 又来招呼老伯了 围着老伯的车打梁着 雷迪又开始了自己最常用的贬低话术 老伯你这个车都报废了 还要开过来卖吗 开到垃圾厂人家最多给你开15美金呢 现在的人都是开新车 要卖的话 我出25美金把你这个车收了吧 现在卖掉你就可以到对面买新车了 还有老伯 您和我爷爷长得很像 看你也是个好人 我才25收的 老伯一想还确实是需要钱 30块您拿去吧 老伯这一说就暴露了需求感 雷迪敏锐的直觉赶紧乘胜追击 您还差着5块钱吗 25块钱我收了吧 边说着雷迪就掏出钱给了老伯 行吧 进屋签了收据 把车钥匙递给雷迪 老伯也补充了一句 车子您注意一下 这个车被吓了诅咒了 雷迪也纳闷 老伯您逗我呢吧 那我怎么解咒呢 请问 老伯笑着说了一句 您自己发掘去吧 也就离去了 这个缝隙情侣在外面 也对一辆二手车有了兴趣 刚问了雷迪一句多少钱卖呢 雷迪就回复 这个车不卖了 说完这话 雷迪也自我怀疑 我这嘴巴是怎么了 那男子反问 为什么不卖了呢 刚刚你还一直怂恿我 买这个二手车呢 雷迪听后 我现在不想怂恿你们买了 因为这个车就是垃圾 您看看连个火花塞都没有 你要是上路漏油 能给你漏出一条河来 轮胎也是磨平的一塌糊涂 底盘也是不行了 我前面说能跑是骗你的 确实能跑 只是跑几公里就会罢工的 到时候这个休旅费 都是这个车价钱的几倍呢 男子健壮 那其他车还有卖的吗 兴奋的走过来 雷迪就说我这里没有一辆车 能卖给你的 都是垃圾好吗 这个地方坑了这么多人 早就该关门了 没有错 雷迪中了老伯车的诅咒 谁成为老伯那辆车的主人 开口说的都是实话 这么一搞情侣还买什么呢 也就走了 回办公室打电话 刚想和老婆撒个谎 工作比较忙 晚上就不回去了 说着说着 雷迪就发现不由的说了实话 假的骗你的老婆 我晚上都是打牌去的 不打牌的话 有时候就和相好的去酒店开房的 出来和员工看着老伯的车一合进 雷迪也对上了 难怪嘴巴不听使唤呐 老伯说的诅咒就是这个意思呀 看来这个车只要挂在我的名下 我说的都是实话了是吗 下午员工按照雷迪的意思 去广告商地方买来了 印有最不值得信任的卖家 这种自黑的广告牌 雷迪一看也没有什么兴趣 因为老婆刚刚已经提出了和自己离婚 员工也很会挑时候 就对雷迪说老板我都入职六个月了 您什么时候给我加薪水呢 我销售也达标了 刚想撒谎雷迪又说了实话 你想从我这里加薪 那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 一直以来都是我给你画饼 吊着你骗你的好吗 一听这话想想又愤怒又生气 员工直接给了雷迪一拳就辞职了 次日雷迪店里来了一个政客 改变了一切 政客自我介绍之后 就是想买这种二手的老爷车呀 因为这样开出去 选民也会更加信任嘛 雷迪又开启了实话模式 您确定要这辆车吗 这车气缸都裂了 瞧瞧这个轮胎都被子弹打中过了 是后来修复的 最多只能开一年 这个车就是一个废品 没想到社交直觉很强的政客 听完雷迪的介绍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哦您给我来反向销售是吧 你这个小聪明小滑头 你们现在卖车的只讲缺点了是吗 不过你骗不了我的 这辆车我还是要的 能开就行了 60还是50美金 您看卖不卖 雷迪听后也把实话进行到底 真不是呀老哥哥 我也想卖的30块也行呀 就是你确定要了要承担后果的呀 这个车被吓了诅咒 车子滑到你名下 你以后都得说实话了 政客听后也信了 难怪你从头到尾都说实话呢 原来是这个车的诅咒是吧 看来不存在什么反向销售呀 那这台车我也不能要了 我要的话说不定明天工作就丢了 这车有点意思 那这个车卖给谁呢 要是卖给市长的话 让市长天天演讲去说实话 那这个城市真是闹了大笑话了 说着这种俏皮话边推演着 政客和雷迪都笑了起来 这时指着政客的报纸 雷迪随口说了一句 市长是不敢买的 卖给这个人也行呀 政客一看这不巧了吗 报纸上的人刚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也在买一辆二手车 想赢得选民的支持 没有错 也是缘分一场 事后政客就牵线搭桥 帮雷迪把这辆车 卖给了报纸上的一名政客 看来等待这名政客的 将是一场灾难呀